那至于说你那个感冒的时候喉咙痛怎么解决 我们在医疗上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一般都是开一些轻热效应的药 那对喉咙的一个改善其实是很快的 但是我们以食调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食盐水来漱口 那食盐水漱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可以消除我们嘴巴的一些病菌 包括喉咙的一些发炎的症状 喉咙不舒服的话也可以这边稍微顺一顺 轻微的这样揉一揉 喉咙的环节也是有用 那我们中医常常讲的我们的口水是津津寓意液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嘴巴闭起来舌顶上二 那舌顶上二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这个能量 从前面在那边顺下来 所以我们讲后面是嘟麦前面是韧麦 你舌顶上就可以把润度外打通 把它连接上来 那连接上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顺 你嘴巴闭着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口水会比较多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喉咙会比较舒服 然后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你也可以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油来漱口 那这个油怎么漱口呢 我们可以拿那个椰子油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 你可以先刷完一牙之后呢 你用那个椰子油喊在嘴巴 就这样竖 在牙缝里面这样竖口 然后竖个大概20分钟 那20分钟完之后 吐出来这个油呢 千万不要说直接吐到水槽里面 把它当成厨余呢 把它放在袋子里面包起来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方法呢 我们感冒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身体虚弱 包括嘴巴的部分的一些病菌 细菌病毒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会特别的多 做这个动作比较特别是 我们在做那个漱口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把一些细菌病毒的这个部分 透过这个漱口 这个油把它吸附住 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比较多的时候 等于说我们身体 在抵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时候 我们可以少了一份力量 去照顾到这些外来的敌人 所以我们把它漱口吐掉之后 我们身体可以多一点力气 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这个部分是一个方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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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